自彈自唱台语歌曲我问天 看起来十分投入 这段影片被新加坡网友翻了出来 直说他是被政治给耽误的歌手 更是问天问道成为新加坡新总理 我已经70岁 我期待给Lawrence 他准备了 2022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亲自说明推选继任人选的过程 黄寻才的名字在记者会上被提到好几次 但对不少新加坡人而言 这号人物只能用耳熟来形容 对外国人来说更是相当陌生 我在学校表现不错 有机会得到政府奖学金 去了美国学习 从那时候起 我就立志要回馈社会 现在决定参政报效国家 2011年黄寻才首次当选国会议员 随后迅速晋升至多个职位 包含财政部 贸工部 国防部 卫生部和教育部等 至少八个政府部门都担任国要职 更曾是李显龙的首席私人秘书 其实他们就是首选是一个叫王宇杰的 那他因为后来就是身体不是很好 他有中风 所以他就觉得就是不要接任总理 那王宇杰还有这个陈正生 他们就是上来身份比较高 他们就是在民间的这种互动也比较多 那黄的话就可能会有人问为说 他是最没有争议的人选 就是在行动党内部最没有争议的人选 所以就是最后决定就是把他推出来非常重要 将来做事低调的黄寻才 在当地知名度不算高 直到这场国会演说才让他获得更多关注 疫情期间新加坡政府成立跨部会抗议工作小组 黄寻才救世小组的联合领导人之一 代理新加坡抗议友诚 2020年国会演说上 他感谢医护人员的牺牲付出 一度累撒会场 感谢一面有别于人民行动党政治人物的典型经营形象 因为他就是长期都是公务员 所以在执行方面 他的能力就是有蛮多人都认可 看似平凡不突出的黄寻才出身普通家庭 面对社会问题不害怕直接面对群众 2021年黄寻才被任命为财政部长 像是他提出的开征赋人税 拉高印花税 防毒炒房 面对绩效制带来的不平等 以及少数族裔的课题都能直接融入民间 因此他也获得多数同辈政治领袖的认同 在大众眼里更是一位认真做事的政治人物 处理这个疫情还有这些议算案处理也不错 他很静静的人 他可以成为一个好的领袖 我可以看到他 来自不同世代的新总理 黄寻才从原本不被看好 道义黑马之姿在2022年被任命为副总理 坐稳接班人宝座 深得新加坡人和李显龙信任 但黄寻才并非政治家庭出身 在政坛根基并不深厚 也缺乏处理外交事务的相关经验 乍上新加坡经济快速成长 拉大贫富差距 以及通膨增加许多家庭的生活负担 也影响了当地生育率 多年来新生的人数始终没有起色 总理之路对黄寻才来说 恐怕将走得格外艰辛 就是一般新加坡 我们蛮希望看到这个黄寻才提出 他自己的政治主张 就是因为现在就是 不管是在外在内的这种 不确定因素很多 所以希望说这个黄 未来的黄政府 他能至少说提出一些 比较清楚的方向 如何在地缘政治局势升温的背景下 确立新加坡的外交战略 和走出李江影子 同时还得解决经济以及社会问题 将是黄寻才所领军的 第四代领导团队 未来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随着林显龙交棒 新加坡新总理黄寻才时代 也在全球关注下 拉开序幕 中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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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章